最漂亮的景點 中莊吊橋 它還橫跨了大旱溪 左岸這邊是中莊調整池 右岸呢就是山豬湖的自然生態園區 聽說這邊的景點都非常的好玩 它是全身上下都是可食用的蕨類喔 它裡面水超多耶 姑婆芋它有這樣的紅色的果實 老師這可以吃嗎 不行 基本上姑婆芋整顆都是有毒的 大家好歡迎收看 翹桃不一樣我是朵拉 今天要帶大家騎著U-bike自行車 一起來看大漢溪的美景喔 除了我們之前借過的U-bike2.0之外 現在桃園也借得到我們的 在平路上它滿電狀態 可以騎最多到80公里 是不是超厲害 你騎車起來會更輕鬆 建議大家要下載我們的 U-bike微笑單車2.0的官方版APP 你可以隨時查看 各站墊斧車的數量啊 電量就不怕租不到車囉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出發吧 Let's go 嗨 第一站要帶大家來看的就是 大漢溪現在最漂亮的景點 就是這個 中莊吊橋 這個吊橋呢 它現在全長有419公尺 現在是全台目前喔 最長的選手是吊橋 它還橫跨了大漢溪 左岸這邊是中莊調整池 右岸呢就是山珠湖的自然生態園區 聽說這邊的景點都非常的好玩 今天我們也請到了荒野保護協會的志工老師 賈良老師要不要幫我們介紹這裡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老師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聽說這邊生態超級豐富 來到大漢溪呢 除了左岸的中莊之外呢 還有右岸的生態等著我們去喔 好 這裡就是中莊調整池 中莊調整池無論遠看近看其實都很美 從空中做一個鳥看啊 它就像一把水藍色的大提琴 它可是國內第一座 卓渡貝源的人工湖 貝源是什麼意思 這是預備的水源 當颱風期間啊 石門水庫進行洩洪排沙 造成原水濁度升高時 這時候中莊調整池 就可以提供它的一個緊急備援的水源 提供整個板新地區 及北桃園地區的供水 讓整個民生用水有水可用 老師接下來我們要往哪邊去呢 要往大漢溪的右岸 去清淨生態之梅 走吧 開始到 哇老師我們剛剛是從那個河濱公園那邊過來 我覺得在吊橋上看大漢溪 跟從河濱公園看超不一樣的耶 前面呢這一片呢就是山珠湖生態園區 山珠湖這個名稱啊 眾說紛紜 有人說呢 從遠遠的地方往這個山頭看過去 它的外型長得像山珠的原因 或者呢是以前這個地方有山珠的聚集 這可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唯一啊可以確定的是什麼 這個名稱是承襲之前的 私人佔用的主題樂園的命名而來 哎呦 老師這邊就是山珠湖的自然生態園區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邊的特別的地方嗎 先從山珠湖的一個工程的階段 來做一個說明 第一期工程呢 在2018年駿工啟用 主要它是要重現整個山珠湖的自然風貌為主 裡面有六座的一個生態池 除了生態的富裕呢 那也進行漆地的營造 因為有了自然漆地啊 包含台灣藍雀等等啊 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回到這個地方 那第二期呢 是在今年的二月對外開放 主要以山珠為主軸 第一個就是以山林軸帶 跟賓溪軸帶兩大觀察路徑 山林軸帶呢 這順應整個一個地勢的起伏 讓我們可以用近距離的方式 去看到河街的沿沉 那賓溪軸帶呢 這引入 待會我們會看到的永福溪的溪水 然後打造長達600公尺的生態河道 欸老師那這裡等於其實就是 所謂的有點像是一個戶外的生態教育場所 是啊 今天啊我們就要借用我們的五感 五感 從視覺 聽覺 嗨 嗅覺 味覺 以及觸覺呢 來感受山珠湖這一片的一個氣氛 神態嗎 嗯 欸Dora 你看那個位置 今天剛好水比較混濁一點 但是你往那個位置看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一閃一閃的 你說白白的那個嗎 那個呢 就是我們稱的白天的螢火蟲 它也叫苦花 那又有名叫顧魚 喔是魚啊 所以是因為它身上的那個紋路白白的 陽光照射到 是因為它的身體及腹部 呈現銀白色 所以當它在刮那石頭上青苔的時候 身體啊 這腹部就會跟著一起轉動 就會呈現一閃一閃的亮光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走入山林蕨帶裡面 這個園區裡面 它有豐富的蕨類 那其中有一種呢 是可食用的蕨類 喔真的喔 嗯 被稱為啊 野外的救命仙丹 就是這個 這就是聖蕨 它是全身上下都是可食用的蕨類喔 喔真的喔 它的葉子啊 跟山蔬相比啊 對 它比較嫩 然後又比較脆 它適合汆燙 或者是一些簡單的配菜啊 或者是包水餃 啊可是如果你說我在野外 我要救命 我吃這個葉子 我沒辦法汆燙啊 當然不是吃這個葉子 是吃它的地下精 它的地下精呢 又名儲水器 嗯 意思是說它有很多的水分儲存在這個地下精裡面 如果你找不到水 然後零食要補水的時候就可以吃它的精 是 今天啊 特別啊 從家裡啊 摘了 地下精過來 老師你不可能自己家裡有耶 這個看起來很像果實耶 所以它這樣就是可以直接吃 是的 是的 如果我們在野外缺水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這個地下精來吃 所以可以直接吃 可以直接吃 喔 你有沒有看到它噴水嗎 爆漿 它裡面的水超多耶 而且它其實有一點點甜味 有一點像水梨 然後後面的苦味很像人生 小顆的水梨啦 所以大家算希望不要有這一天 但是 如果你真的不幸到一個缺水的地方 你要補充水分就可以找這個聖爵 然後吃它的這個地下精 然後補充水分 它是一個救命仙丹 欸Dora 你喜不喜歡住民宿 喜歡耶 這個生態園區啊 對 也為一種昆蟲做的民宿喔 叫做昆蟲宿舍 這個啊 嗯 是獨居峰 獨居峰 住的地方呢 其實在全台灣啊 密封大概有九成都是獨居峰喔 喔真的喔 它是怎麼樣在這裡做繁殖你知道嗎 它會先抓一個泥球 然後進到這個管子裡面 對 把它底部給封起來 接下來呢 它就會倒著進去 嗯 在管子裡面 生下它的蛋 它就會去野外呢 看是吃昏的 吃樹的 吃昏的呢 嗯 它就會去抓蟲 嗯 過來把它放進去 再抓一個黏土 再把它封起來 哇好神奇喔 然後為什麼要獨居峰你知道嗎 因為啊獨居峰 它的授粉的速度 對 是遠遠超出一般的蜜蜂 喔真的喔 而且 它又能抓害蟲 所以這個多多益善 是是是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呢 就是什麼 有人說啊 只要獨居峰多的地方 對 虎頭峰就會少 因為 它們的食物來源跟虎頭峰 是重疊的 試著生存啦 有點殘忍 但是我們一起謝謝獨居峰 所以由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看出 這個生態園區 它對一個生態的富裕 是非常用心的 真的耶 哎呦 老師為什麼把它停在這個樹前面 在這棵大葉懶人上面啊 看到 這個一圈一圈的這個洞 對 你覺得是什麼 獨居峰 獨居峰 漸學炫脈 不是啦 它是五色鳥 然後經過這樣 一磚一磚磚磚磚磚磚 就敲出來的洞 這根是舊的 因為新的話 地上基本上可能會有一些墓穴 其實它已經 已經不住在這裡了 接下來呢 要帶給你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點 很多人常常會把 姑婆芋跟芋頭 給誤認 對啊 而且我只知道 小時候有講說 那姑婆芋的那個汁液 你弄到身上會癢癢的 有毒性這樣子 是的 首先呢 我們可以從它的葉脈去做辨別 像這種比較明顯外凸的 這就是姑婆芋 摸得到凸凸的就是姑婆芋 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用滴水的方式來做這個測試 因為啊 姑婆芋的上面啊 它沒有絨毛 對 所以它的水一滴下去呢 會整個散開 芋頭呢 因為它表面有絨毛的關係 所以它滴下去 就會變成水滴在上面 也可以從這個葉餅 跟這個裂口的地方 來做一個分辨 這個葉餅呢 對 跟缺口的地方 比較近的呢 就是姑婆芋 然後它的外型 會長得像愛心的形狀 另外呢 還有一個特別明顯的是什麼 姑婆芋 它有這樣的紅色的果實 老師這可以吃嗎 不行 基本上姑婆芋 整棵都是有毒的 芋頭呢 它會比較遠 然後外型會長得像盾牌 沒有這個V啦 是的是的 大家會分了嗎 原來這就是姑婆芋與芋頭的差別 哇老師 我們今天整個這樣圓區 這樣子大概走了一圈啊 它是近期才整理到 像現在這樣這麼漂亮嗎 還是一直都是這樣 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曾經土地被私人所佔有 直到呢 陶淫市政府水利局接管之後啊 讓這裡的環境啊 更貼近於自然 也因為啊 有這裡的花 果 昆蟲啊 也造就了這裡的鳥類多樣性 在這裡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這裡啊 是荒野保護協會 自然觀察的據點之一啊 非常歡迎對這裡有興趣的夥伴呢 透過荒野保護協會的官網 來進行活動的預約 最後呢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山珠湖園區晚上是不開放的哦 因為它採低度的開發 所以我們在園區裡面 看不到任何一盞路燈 我們呢晚上就留給園區的主人 好好的休息 非常感謝老師今天呢 帶我們遊這個山珠湖 幫助我們就是了解了這邊的各種生態 就像老師剛剛講的 你可以上到他們的網站上 預約像老師這樣的角色 幫我們講解這邊的環境 你會更了解 那記得哦 來到這邊的話 最重要的事情是 不要破壞這邊的生態 我們一起保護這個美好的環境 那翹翹不一樣 我們下次見囉 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